黃國昌到底懂不懂 我告訴大家 他肯定完全都不懂 他不懂 所以他只是為了要潑政治的髒水 所以他才說中央卡關 把蘆洲的都市計畫的檢討案卡在中央 作為一個中央的立法委員 我不能夠不講話 第一個 這個卡關並不是卡在中央 這個卡關是卡在新北市政府 硬塞了一個蘆洲 把三種國債批發市場 塞到我們蘆洲來 所以卡關的是新北市政府 卡關的是因為他在工展 告訴我們蘆洲人說 這塊地是公園用地 工展結束 他回去就自己變更 送到中央來 把一個公園預定地 把我們剝奪掉了 然後硬塞一個三種國債批發市場 到蘆洲來 所以這個歷程是經過了好多的年 這幾年裡面我們不斷的反對 不斷的討論 不斷的開會 這樣的程序不是你黃國昌參加一個什麼市長 市長的行動治理會議 就你可以了解的 而且更何況市長的行動治理會議 裡面都只有里長跟市長在開會 里長敢公開的跟市長叫板 里長敢說不 跟市長說我們反對嗎 里長哪個人不要命啊 所以在這種狀況裡面 你不了解 你就好好的閉上你的嘴巴 然後委員 委員你看今天黃國昌特別講一件事 他強調他在這個治理的座談會裡面 他聽到的叫做基層的聲音 好多人跟他說 就是要這個所謂這樣子的開發 還說這也是侯友宜也都是表態的 結果侯友宜今天還特別應賀了黃國昌說對 開發勢在必行 你怎麼看 侯友宜黃國昌完全一陣線了 好 一場是行動治理會議裡面參加的 就只有市長跟里長 權力上的不對等 這些人敢講真正的聲音嗎 你竟然黃國昌 你敢在這裡睜眼瞎說瞎話 說這樣子就代表民意 你是在笑人啊 第一個 第二個呢 我們今天要再強調一次 如果你在談蘆洲的都市計畫的時候 你故意不談到果菜批發市場 這就是裝孝偉 誰不知道蘆洲都市計畫要發展 誰不同意蘆洲一定要進步 誰會想說蘆洲不要再更有好的 這個都市的計畫 大家在問的是都市計畫 你不能讓我們未蒙其力 先蒙其害 你不能夠像官僚對蘆洲市民講的 蘆洲市民聽了以後很不爽 官僚當初說 你如果蘆洲都市計畫要通過 那麼你就只能夠接受 這一個三種果菜批發市場 沒有三種果菜批發市場 就沒有蘆洲都市計畫的通過 當時要我們吞下去 現在黃國昌是侯友宜的小孩 侯友宜講什麼 他都是對的嗎 委員你看喔 今天黃國昌說沒有啦 林淑芬我四個字送他 他說你莫名其妙 還說你含血噴人 你怎麼看 是不是很血噴人 很簡單 因為你的言論是不是 跟利益團體的言論是一致的 因為這一些利益團體 在地方放出來的鱷魚 還有他們的傳聲筒 在地方的講法都只有一種 就是說我們要趕快通過 蘆洲的都市計畫的檢討案 蘆洲要趕快向前走 我們要進步 所以他們只要是質疑到三種果菜批發市場 對蘆洲交通有影響的 我們只要談到不支持 我們反對果菜批發市場的 就通通被他們貼標籤叫防愛蘆洲的進步 那今天這些財團我們就客觀的來講 這個財團他在三重的這個都更案裡面綁裝 把插旗已經綁多久了 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又不是不知道黃國昌是三歲小孩嗎 你相信黃國昌的問政 只是聽一個行動治理一句話 人家反應一句話 他就會這樣子講的人嗎 他不是號稱專業嗎 他不是號稱最認真嗎 他怎麼可能會不知道 這個蘆洲都市計畫裡面 一定含有三種果菜批發市場 他怎麼可能會不知道 這個果菜批發市場 他其實是一個利益集團綁裝綁好的 插旗插好的 全新北市第一大面積 兩萬六千坪的都更案 大概開發的這個規模要達到六百億元以上 誰不知道呢 就只有他黃國昌不知道 所有的人民這個市井小民都知道 他黃國昌不知道 那你什麼都不知道 你憑什麼跟人家講說 你有資格要來選市場 要選市場的人 可以這樣子為了潑髒水 隨便說說嗎 不了解隨便說說嗎 還是你真的 其實是私底下你根本都了解 你很專業 你不但了解 而且你很專業 所以你是在對財團泡媚眼 或者是要求 這個配合新北市政府的演出 當初的始作俑者把三種果菜批發市場 搬到盧州來的始作俑者 除了財團背後的力量以外 當然就是侯友宜的市政府 今天把這個欺負盧州人的始作俑者 推出來當成你支持他們的理由和藉口 那才是天下最大的笑話 委員 所以你覺得說黃國昌現在想要選新北 大家都知道 他的野心大家都知道 結果這時候他推錯東西 哇 通通都跟在侯友宜後面 你覺得以黃國昌 他現在了解新北的程度 之前曾經選過戲子 第二次也浪槓最後不選 結果現在對三如地區的開發 指手畫腳的 你怎麼看黃國昌 真的想要選新北市長的話 會有好結果嗎 應該這麼說 我對於他的專業能力我不懷疑 但是我對於他對地方的了解程度 我是持問號的態度 但是他既然提到盧州 代表他一定做了功課 所以他要專業能力去做功課 他一定是知道這個事情 真正的make up 是在財團要盧州這一塊地的問題 他要三重那塊地 所以非要把果材市場搬到這裡來不可 所以在這種狀況裡面 你到底不要閃躲 他一下子扯三立怎麼樣 一下子扯鄭文燦怎麼樣 這些人都跟我們盧州無關 我們盧州人只要問他一句話 不要講那麼多 要選市長的人 你都清清楚楚的告訴我們 出來打球 就是論事 你到底是支持還是反對 把三重果材批發市場 搬到盧州來 講清楚說明白 我們就是論事其他都不要講 好 謝謝 是 謝謝委員 委員接下來要下贊帖對不對 大家來辯論對不對 不能這麼說 你要選市長 這種事情你都不敢講 連還沒選你就不敢講 你這樣子 是要幹嘛選什麼市長 你是支持還是我們對你就不敢說 這就是新北市的公共政策 公共議題 你不敢討論 你有能力選市長嗎 你這種的有辦法算嗎 各位看完不要跑 記得一定要趕快 訂閱分享按小鈴鐺 加入我們的狠狠走內幕 這樣子就不會錯過 Gracewood每一次的發車